內捕農工拳擊隊校友賴祖恩 在去年杭州亞運拿下銀牌 並搶下巴黎奧運門票 他過去雖然曾經迷失 但在信仰的幫助與教練鼓勵支持下 同時深受楊勇偽影響 讓他慢慢走過低潮 戰勝自我 代表台灣征戰國際 就是給我很大的刺激 因為畢竟 積極項目的運動其實都很不容易 所以看到他成功的例子 其實會讓自己很有鬥志 很有憧憬 杭州亞運結束後 賴祖恩若有空檔 會回到母校內捕農工練拳 並指導學弟們 目前他正全新備戰 2024巴黎奧運 他希望以自身經歷 激勵學弟們 個人項目 就是你要享受孤獨的訓練 因為教練他不能常陪在你身邊 你的隊友不可能常陪在你身邊 當然你要 就是那個時候 你就是心裡要更堅定 你的目標是什麼 內農拳擊隊高三的徐浩說 國中小時是排球選手 因身高發展受限和運動傷害因素 在父親鼓勵升高中時 加入內農體育班拳擊隊 當初轉換跑道打拳擊 很多人不看好 但學長的表現很激勵他 希望能打出好成績 朝國手目標邁進 看到學長的表現就是 很激勵很心啊 因為我們高一一進來就 學長也是在經歷那個 比較低早期 然後出去都沒有 比賽都沒有成績之類的 然後又跟他一起練習 覺得真的很累 可是看到了自己也很 也很激勵到自己的心啊 所以希望自己以後 也可以跟他一樣這樣 國立內浦農工拳擊隊 是屏東縣40多年老字號的拳擊隊 至今培育出兩個奧運國手 七個亞運國手 去年校友賴祖恩拿下 杭州亞運銀牌後 對拳擊隊學弟們像是強心針 練習動機變得更強烈 對於我們現有的選手 是我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祖恩這一次拿到成績 而且有回來跟他們做交流 學長也會來關心他們 我發現到他們的練習的動機 是很強烈的 然後因為被鼓勵到 然後也有一個典範可以做學習 教練複製群坦言 拳擊運動面臨聲援斷層的窘境 拳擊隊最多時至少有30名隊員 如今僅有18名 除了少子化 國中端也面臨銜接問題 有斷層的出現 因為人口也減少 那相對的選手數量也減少 因為很多學校都有在發展 所以就變成說比較分散一點 平縣府提發中心表示 全級一直是屏東縣重點發展的運動項目 近年更推動四級五區培育體育人才 目前亞奧運項目會將資源 抑註在重點學校 國中端以內埔從文國中為主 而高中端則是內埔農工 及來域高中 未來會將國高中兩端 做好妥善銜接 不讓戰力分散 亞奧運項目總共有18項重點項目 所以我們在四級五區的分配上 會移走不要把那個戰力分散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們就鎖定內埔農工 跟來域高中為本縣的第三級的重點學校 平縣府提發中心進一步表示 目前全級專任運動教練 會到各國小巡迴招生 同時提供小學端資源 設立運動代表隊 並透過週末聯賽來學習拳擊運動 另外也爭取大學端開闢拳擊運動獨招 期盼能做到向下扎根 向上延伸留下人才 讓屏東全級運動能正向發展 原市宣哥社屏東內埔 屏東市採訪不到